政策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現請18區區議會政府主席的時候宣布 同意由2012年區議會開始逐步取消委任議席 第一階段先減三分之一 由現在的102席減至68席 在11月區議會選舉之後 會再諮詢如何全面取消委任制 餘下的68個議席 我們可以考慮在一屆之內 再取消完 或者是分兩屆取消了 我們都是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也就是委任區議員的安排 2016年就可能已經完全取消 最遲也是2020年 至於哪些委任議員會被叮走 會不會傾向先取消連任次數較多議員的席位呢 林瑞麟就說要看表現 每次是做新一輪的委任 我們都是看現任的區議員 他們這麼多年對社區工作的貢獻 我們也都是看看 有沒有新進公務的人士 他們值得被考慮的 所以民政局和民政總署 他們會處理這個問題 他又強調不建議一次過取消委任議席 是因為委任區議員在地區工作有貢獻 逐步取消較為合適 香港風貧電視機警員附Fre어도 香港風貧電視機警員原映不到 香港風貧電視機裏寫禮言響不到 連續停速報告 香港風貧電視機營運載響不斷 香港風貧電視機 Iron cần livre jacket